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波多黎哥的第三集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知道岛上生产椰子 也有很多的食品和酒是椰子做的 那出来度假当然必不可少 就是好吃的和好玩的 这个岛上最主要就是产狼母酒 而且当年在墨西哥喝上瘾的 Bena Colada就是在这里发明的 所以我们要决定要去朝圣一下这个圣地 那这款鸡尾酒不仅在波多黎哥诞生 也是波多黎哥的国影 西班牙语中Bena Colada是波罗茂盛的山谷的意思 那调酒师哈蒙使用了当时刚刚诞生的椰浆 创造了这款Bena Colada 那我现在身处的酒店就是在老陈圣湖湾市中心的 Fara China酒店 顺便说一下刚刚拍到门口的标牌上就写着 这里是Bena Colada出生的地方 同时这个饭店内的食品评分 在Google上评分非常的高 主要是以当地的local food为主 十分志得已去 我们进来就看见热带雨林的装饰 布置的吧台就在正中央 阿尔曼主动给我们试喝一小杯Bena Colada 没有酒精的 小朋友也可以喝哦 一开始这一杯Bena Colada并没有惊艳到我 它相比我之前喝的比较酸一些 没有那么的甜 但是果香味更重 应该是菠萝放的更多一些 但是我还是得平良心的说一声 这一杯Bena Colada还是非常的好喝的 如果我有带小朋友来的话 我也会给他点一杯 只是他们不可以坐在吧台上喝 必须在饭店里面的饭店的位置里喝 但因为果香很浓 然后有菠萝和椰子浓厚的味道 我觉得十分值得一尝 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 来上这么一杯冰镇爽口的饮料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十分喜欢 值得推荐 那说起来Balman制作Bena Colada 鸡尾酒的方法也应该十分简单 因为冰沙已经调制好了 所以他只需要在杯子里倒上狼牧酒 然后加上冰沙和上面的装饰品 应该就好了 大家来看一看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杯就是当年和当年制作出来的第一杯Bena Colada一样的东西 但是要注意的是咖啡色的地方是它的狼牧酒 上面白色的是冰沙 我们喝的时候并没有调开它 所以一开始喝了一大口纯的狼牧酒 大家记得在喝之前要调开它哦 我们点了一杯Bena Colada 还有一杯Mojito 酒很快都上来了 我们看着人来人往 经过的每个游客都会在这里尝一杯 和这里的Bena Colada合影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网红店 刚刚有两个颜色 上面是椰子 下面又是狼牧酒 我还不知道一口喝了一大口狼牧酒 不见哦 瞧瞧云 喝完了小酒 我们决定去继续去吃东西 波多黎哥的确有很多的食物都是油炸的 而且吃起来比较有负担 但同时它也充满了风味 像炸香蕉啊 炸椒泥 炸猪肉炸鱼 炸鱼 收到波多黎哥的料 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各种油炸的食物 连续吃了几天 比较的油腻 更是胖了几天 所以我们决定 换一换口味了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家 餐馆是老城内非常有名的一家 现代创意料理店 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 名字叫Sogo Bar 你听这名字就知道 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巧克力 有热巧克力 巧克力冰淇淋 巧克力奶昔 或者是用巧克力做的各种各样 创意的料理 和上一家店一样 这家店的评分也非常的高 好像也是一家网红店 店门口经常大排场 我们害怕人太多 于是就在最近接近11点的时候 来到店门口吃了一家网红店 一进店发现 门口就陈列着热门 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在店的中央是一个巧克力的吧台 人手一杯巧克力的冰奶昔 看上去好不过瘾 店内装潢也是十分的现代 我想说一下的是 这里11点之前卖的是早饭 主要以三明治 早餐的汉堡 还有鸡蛋饼套餐为主 而过了11点以后 早餐就不卖了 只可以点正餐 我们来的时间比较巧 是10点1050分左右 所以我们点了一份鸡蛋巧克力早餐饼 然后等到11点的时候 我们又点了几份正餐 我们一人先来了一杯热巧克力 然后我点了一杯热巧克力 上有marshmallow软糖 他们赠送了巧克力和cheese 据说是放在热巧克力里 站着吃 这个奶酪站在巧克力里 味道有点怪怪的 不退 第一道上来的是早餐的鸡蛋饼 看上去是不是十分的诱人 上面有刚烤好的吐司 撒上了满满的巧克力粉 然后配给你的是草莓和西瓜 当然也有一大块鸡蛋饼 里面有蘑菇和洋葱 当然品尝起来味道有些甜甜的 我们猜想起来原来里面还有巧克力 十分满分的话我给八分 第二道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sevici 凝脂腌生鱼 是用青凝或者柠檬汁 配一多种辣椒和等食物来腌制生鱼片 放上洋葱还有盐或者各种香料 腌上两个小时 这道sevici非常的爽烤 在吃了这么多天炸的食物以来 我给这道菜满分 那第三道是炸鱿鱼丝下面铺着淡淡的芋泥 这道菜的味道十分的淡 但是我可以说鱿鱼丝炸的还是十分出色很脆的 我给七分 最后这一道是一道全素的意面 如果喜欢素食的朋友可以来尝一尝 里面有菠菜大豆和意面 我们每人一杯饮料和一道主餐 一共加小费吃了一百美金左右 从飞机场进城到海滨大道上 有一个非常有气势的建筑 门口挂着布多黎哥和美国的国旗 我们上网查了一下 是当地的国会 因为当天是memorial day 所以都降着班旗 用来纪念美国的大兵 而国会的镇对面 正是一个小广场 面对着美丽的海滩 我们决定去走一走 看一看日落 日落的海滩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想来采采水 可是发现天太晚了 有点太冷了下水了 都这样 静静的听着寒声 走在没有人的沙滩上 看着太阳那里的落下去 日落还是很美的 我们走回刚刚那个小广场 在小广场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东西 就是背着壳的寄居蟹 他们长得很可爱 竖着眼睛一直在观察着低情 他们的胆子很小 一看到我们就躲进了壳里 老公挑了一个大的 拿来给孩子玩 小螃蟹虽然小 但是还是尝试着用他自己的大钳子来反抗 但是不顶用 睡了几下就放弃了 所以可以给 好好给孩子上一节生物课 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寄居蟹 那事实证明 这节课还是非常有用的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一到海边 儿子就主动去找寄居蟹 再放回大海里 还和他们招手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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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